這禮拜好像大家還蠻關注這個面板類股 像友達最近好像漲很多 所以面板類股的部分 我們要做怎麼樣的觀察 是可以續報 還是說他已經漲多了 還是我們年後要怎麼樣做進行的調節 因為我剛好準備第17月投影片 因為我覺得最近的投資朋友 就是有問蠻多所謂的面板的族群 這樣現象 那原因是因為 怎麼突然友達這兩個股 他在整理了兩個月之後 有昨天在新高水準附近 然後今天的話又大漲了6.69% 然後再創下了這近期的新高 波段新高的水準 那我覺得面板族群的一個分析來說的話 其實還是回到面板 他就是一個屬於 那個叫做是景氣循環股的這樣的族群 那之前跟大家說過 所謂的景氣循環股的操作的方式 很簡單 你只要看他的報價 或者說你只要看他是不是有持續在做漲價 那如果是他有持續漲價 或者他報價續漲 然後營收獲利持續成長的這樣的狀況 來說的時候啊 那這些相關的族群 依然就還有往上的空間 所以其實如果就友達 因為他今天最強 那生活是這幾天 他幾乎都是最強勢的個股 那其他的像是 群創啦 或者像彩晶的部分 也都是受惠到這個所謂的漲價的題材 那另外的話 我這邊有加一個法說 原因是因為明天2月4號的時候 友達就要召開他們的法說會了 那 友達的董事長 他其實怎麼樣就是 他每一次都會在他的法說裡面 都會釋出他們的利多 的看法 那我覺得應該是說 有一些短線上面的資金 或者是說 壓保明天 友達會持續釋放出來 所謂的利多展望 這樣的資金 做短線上面來做進場 所以這個是在短線上面 為什麼會友達 或者像面板股來做漲價的 就是價格會持續往上上揚 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那不過 這邊我也要提醒一下投資朋友 就是在前幾天的時候 有一家外資機構 有對面板 去做一個 就是調降平等這樣的動作 那他們調降平等的原因和理由 其實也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說 因為所謂的景氣循環股 他就要看報價 他就要看營收獲利有沒有持續成長 那如果景氣循環股的 他們的那個 報價已經到最高峰的時候 最高峰的時候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要可能留意說 那是不是這些相關的個股 就會有短線高點的這樣的現象 那這家外資機構的話 他們是喊出Q2的時候 所以這時間點的話 可能剛好接近Q1 然後接近Q2之前 那我們都是請人 請都是朋友 稍微去做這個報價的部分的追蹤 那我們以後也會在 節目裡面來跟大家來做持續的提醒 那如果真的有這個現象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提醒大家 機會在哪裡 風險在哪裡 我們都會提醒大家 因為像坤仁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其實年後要關注的 還是題材 或者是他有比較強勢的 這些類股來做一些觀察 像是電動車 依舊是未來最紅的一個產業 或者是5G 半導體啊 大家都可以多做關注 那坤仁今天是不是有準備 幾檔是可以提醒觀眾朋友的呢 好 那我們來 因為其實那個這幾天 我覺得有幾個有趣的現象 那比方說 這邊有準備一頁投影片的話 是在講所謂的高價股千金的 這個部分來我找一下 那其實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天啊 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叫做是 怎麼又有一家 2000塊的千金跑出來了 然後我來看一下投影片的話是在 好 出來了 OK 來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千金的這個 個股 這是今天最新的收盤的 收盤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各位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像股王當然還是一樣 穩居在所謂的千金股王的這個部分 那他今天3000塊這個位置 還是有守穩的部分 可是如果進逼他的是6415的系列 那其實系列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他也有挑戰所謂的 挑戰股王這個位置 那前幾天 他甚至還一度超越了大力光 那其他比方像是信華 翔碩 續準這些 那翔碩的話是昨天佔上了2000塊 然後今天雖然好像有點回檔 可是他現在目前這個2000塊位置 也是佔上了第四大的這個千金的部分 那其他後面的話 像是聯發科 我們之前一直跟投資朋友說 看好再看好的部分 那其他的相關個股的話 我們就是公餐 然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們看下一頁 來我這邊 這邊的話 其實我講一下股王的狀況 那股王我比較務實 坦白一點講說 我不是在推薦大力光 而是我覺得大力光的股王的地位 他或許有可能之後 不久的將來 他可能會被挑戰過去 那為什麼會被挑戰過去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就他之前的法術來說的話 其實他的2020年的EPS 確實是很漂亮 182元 那甚至像是今年來說的話 今年2021年 那法人也是預估 也可以維持在180-200塊左右的 這樣子一個 最高獲利的這樣一個水準的部分 那他的技術 技術絕對是領先的 可是如果就所謂的蘋果的供應鏈來說的話 蘋果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長期啊 會去砍所謂的領土建供應商的價格 那當然 那個大力光雖然他是所謂的股王 他雖然所謂的就是最高階的 鏡頭的這樣供應鏈 可是就長期趨勢來說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個比較被壓縮 這樣的貿易的空間 所以就趨勢而言的話 我比較坦白言 大力光的未來 也可能會像林恩平董事長說的 他可能之後 還是看的比較不清楚的部分 那可是如果再看下一檔個股的話 這個是 接下來 下一項目的6415的系列 那如果以系列的這樣角度來說 我先講一下他的一個看法 叫做其實法人預估他的 去年的獲利大概在35塊 可是如果今年的話是在 差不多45到50塊左右 那投資本人你可能會想說 那明明大力光他可以賺到200塊 然後結果系列 只有賺差不多50塊而已 可是他憑什麼去挑戰所謂的股王 可是 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叫做是 因為其實系列 他佔盡的一個優勢 叫做是他電源管理來信 他是領先的定位 然後甚至他還有所謂的 社會去美化 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如果就一個長期的 一個成長的角度來說 他是從35塊 的獲利然後提升到45到50 甚至有可能會持續的一個提升下去 那剛剛我們看到的 那個大力光的來說的話 他其實如果就成長角度來說 就並沒有那麼樣的好 所以就系列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很代表性的一個個股 就是這個時間點 那當然他是IC設計的 那IC設計是我們看好的 半導體上游的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所以投資本人可以去找一下 像系列這種股票 當然因為他蠻貴的 因為他已經接近3000塊這個位置了 可是我們在講的一個是一個觀念 或者講的叫做一個趨勢 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找到這種去美化的 去美化的個股 然後站在這個趨勢的讓頭上 還有就是站在所謂的趨勢成長的 這樣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這些相關個股或者族群 都是我們投資朋友可以來做留意的部分 然後再看下一檔個股的話是 來 接到下一檔個股 下檔個股的話 其實我們一直看好是聯發科 那聯發科的話 其實有幾個重點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包含的像是5G手機晶片 的全球 就是中國的市佔 目前是在第一的位置 他大概有接近 接近四成的這樣一個市佔率 然後前一陣子他發表的 這個新的天積1200的晶片 他是用台積電的 6奈米 6奈米的先進製程來做製造的 所以他甚至有機會去挑戰 這個全球 龍頭的高通的地位 那另外的話他昨天也有發布新聞稿 他說他們新的 這個M80的5G的晶片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真5G呢 原因是因為之前的聯發科 他們的晶片 他只是SUB6 就是比較屬於 就是中國那邊的一個規格 他的一個晶片的一個 就是晶片規格 可是他新發表的這顆晶片的時候 他已經涵蓋到 北美那邊的一個技術規格 就是 就是晶片規格的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他有機會打入北美市場 那因為前一陣子原本 反正還沒有開法說之前 的聯發科 大概都是估差不多 今年的獲利有差不多35塊左右 可是如果就 開完法說之後 看到聯發科這樣的一個成績之後 那法人紛紛都有去做上修 他的獲利的這樣的預估 所以他的獲利的話 其實有估到差不多接近40塊以上 這樣的水準 然後如果再配合 如果一個很簡單的 假設如果25倍本益比就好了 那其實25倍本益比的聯發科 他其實就有機會去挑戰前緣 而且如果看一下這個40塊的獲利 來說的話 他其實跟我們現在的股後 剛剛前面剛剛說的6415的系列 其實不相上下哦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聯發科 他不到1000塊 那系列已經在接近3000塊了 所以如果真的這個時間點 你要我說的話 我會說聯發科這個時候 還是評價蠻便宜蠻合理的 而且如果從一個成長角度來說的時候 這場聯發科我覺得還是蠻看好的 這個個股分享給大家